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闻最聚焦 我是陈雨萍 台湾爆发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禽流感 出现了四种高致病性流感病毒 而且其中三种还是在台湾首次出现 官方说这是候鸟带来的 不过如果是候鸟带来的病毒 为何短短时间之内台湾13个县市快速扩散 究竟有没有隐匿疫情 台湾防疫是不是有严重漏洞 而这样的应变机制又要如何面对中国大陆 现在正在肆虐的或由情类传染给人的 H7N9潜流感疫情 这一集的新闻最聚焦 我们为您深度探讨 2015年才刚开始台湾南部一系之间 多个养情厂爆发潜流感 半个月不到病毒从南到北出现在13个县市 三种潜流感病毒肆虐西半部 全台扑杀家禽数量已经超过百万只 养额产业几乎灭顶 我们想问难道台湾潜流感防疫 也跟着就此崩盘 今年1月初 屏东大武山养机场爆发H5N2潜流感 22万只鸡全数扑杀 紧接着屏东高雄分别在鸭额检体当中 验住H5N8还有H5N3新病毒 三种病毒致死率极高 半个月期间 也变成全台养情户的噩梦 最惨的养额产业 全台饲养量170万只 已经铺杀92万只 其中五成在云林 望着一手饲养的白鹅不是病死 就是等待被铺杀 行献全树化为忽悠 农民叫苦连天 不禁要问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到底我们这些鸡子和鸡鹅 我们到底哪一个地方做错了 为什么让我们灭藏 我们这些鸡和这些鹅 农中洗澡了将来生活要怎么过 未来整个产业真的会面临到 没有鹅可以养 没有蛋可以孵 没有鹅可以杀 没有鹅可以卖 消费者没有鹅可以吃 这次的疫情千年成千上万的鹅农 还有它的相关工作人员的家庭生计 在民意代表牵线召开的记者会上 面对农委会官员 养情业者几乎政府帮助他们 因为养额产业惨遭灭顶 恐怕两三年才能恢复 而且连种额都要从国外进口 面对损失惨重的养情业者 农委会承诺铺杀将全额补偿 呼吁业者务必通报 避免疫情扩散 现在最重要的是 我们大家要齐心合力 最重要的时间来把这个疫情 给它扑灭 有办法复养后不再再发 所以这拜托 短痛 是很辛苦 可是比长痛要好 来到云林当地出大排水沟 恶意丢弃的死额飘浮在水上 触目惊心 地方人员获报后 全副武装喷洒消毒 滑着山板缓缓前进 逐一捞起浸泡已久的儿尸 但仪器数量实在太多 还得出动卡车从水中捞起成堆的尸体 清理过程中赫然出现一只活额 缓缓划过镜头前 不知是否已经传染禽流感 岸边白鲁斯距离尸体端端几公尺 恐怕也是另一个禽流感载体 这一幕显示养情户不敢通报 只能趁机把死掉的家禽丢弃 避免波及仅存的积压 而也被枯杀 防疫的部分 有没有漏洞 其实我们从哪个地方 可以看出来有漏洞 就是死额到处乱丢弃 这个是一个非常要不得的状况 我们也呼吁所有的饲养业者 不能把你病死的家禽 到处乱丢 农民担心通报造成损失 选择息事宁人 但是防疫责任难道只有养情户吗 其实这波禽流感 早在去年十月份就有迹象 但官方慢了好几拍没有掌控 就养鸭业者 或者这些运送鸭额的这些司机 他们有说出来 说约在十月九月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一个 疫情的一个发现 但是这些养殖业者没有通报出来 地方的防疫的单位也没有紧接到 措施第一时间防堵疫情 官方把这波禽流感归咎于候鸟传播 既然候鸟每年飞来过冬 禽流感在台湾也不是第一次 难道没有建立任何防范机制 从届次禽流感的一个发生 这么已经达到了面的一个疫情的局面 但是我们主管单位的一个控制的措施 就可以看出他们没有破例 导致今天这个禽流感应该是已经不可收拾了 这个疾病呢 这些病毒呢 不可能从台湾这样的一个地区呢 把它移除掉 2014年欧亚等地就陆续传出禽流感 包括H5M8在韩国线中 OIE更对全球发出警告 但台湾一片竟悄悄 但由病毒轻易在524洋场散播 等到今年1月初 禽流感全面爆发 再多的消毒与扑杀 恐怕为时已晚 农委会主委在立法院宣示 消灭十多年前H5禽流感病毒 中央则倾向一个月内终结新型禽流感 不过专家悲观预测 这波疫情恐怕得再延烧两个月 甚至危及养殖数高达5亿只的养基产业 而这波新病毒 来自候鸟与本土病毒演化变异产生 代表禽流感病毒已经落地生根 这个H5N8应该讲起来 跟我们本地的禽流感病毒 发生基因重组 然后这些基因重组才重组出 新的所谓H5N2跟H5N3 因为目前在国外 就是日本也好 韩国也好 他们没有所谓新型的H5N2 或H5N3的这种发病的病例 所以你如何说 这个H5N2跟H5N3是在国外重组 然后再由候鸟带进来的 这种基因是不可能的 已经病死的家禽沉堆等待粉化 还没死的全部装带进行扑杀 百万扑杀数量 甚至需要运到离近县市 才能全数本化 而动宝团体公布影像当中 竟然有为数不少的家禽 没有依照流程先昏迷 就直接装带准备粉化 增长的家禽更凸显防疫荒腔走板 防疫没有跑在前头 却是追着疫情跑 21世纪的台湾 动物防疫却如此落后 倒霉的就是烂以为生的农库 随着病毒的变异 更令人担心的还在后头 我担心台湾说不定 将来会跟中国一样 也是成为一个禽流感的一个中心 禽流感病毒常常在中国 来基因重组 产生一个新的病毒 来感染禽类或感染我们人类 我们有个例子嘛 这个H7N9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 新基因重组出来的一个病毒 防疫不利放任病毒变异 最糟糕的情况 一旦演化出台版H7N9 人情共通病毒 危害人类 回到源头 动物怎么防疫 学者建议升级成为国安层级处理 另外 避免业者知情不报 应该修法承诺扑杀全额补偿 同时比照美国日本做法 发现异样采取全数扑杀 才能第一时间消灭病毒 2013年正当中国H7N9爆发时 台湾防疫单位高规格备战 开启负压隔离病房 和媒体拍摄 呼吁大众不要恐慌 对照现在 动物人类的防疫工作如此不对等 无疑是替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 开了以上后门 正值情流感蔓延的同时 台湾到底能不能控制疫情 恐怕还是未知数 爱国同行会嚣张依旧 信誉分局为何不办 夜报来台掠夺台湾人才 我们为您透视解析 马云雷军的背景 休息一下 更精彩的新闻最聚焦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新闻最聚焦 爱国同行会在台北101前 嚣张行进依旧 在日前更是直接挑战台北市长 柯文哲说 信誉分局换十个都没有用 不敢走都没有用 为何爱国同行会 可以如此有恃无恐 为何信誉分局可以坐视乱象 而毫无作为 我们带您聚焦探讨 爱国同行会在台北101前 不断叫嚣 挥舞五星旗 言语暴力威胁路人 有客 法轮功学员 在日前更是直接挑战 台北市长柯文哲 换十个都没有用 新闻君换十个都没有用 有用吗 不敢走都没有用 你说你十个局定也不够看 没有了 我已经想这个办法 反正信誉分局长换人 新来的我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处理的办法 用看谁能够讲出处理的办法 谁就来当信誉分局的局长 不知讲效率的台北市长 柯文哲这么说是否出于无奈 因为信誉分局 集成原济 面对爱国同行会乱乡 常常就只能消极出力 我张秀业怎样讲的 我是共产党派来的打手 对 我还没有砍死你呢 目前信誉分局 针对101前面的三方多方阵营 在前面去做一个自由言论的表达 然后我们所派的警力 原论上是出户是两个制服 再加上一个便衣的收政 但是我们原理上警方是依法行政 爱国同行会 嚣张的在101前叫嚣 甚至直接表明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以带有攻击性的字眼 高分被辱骂 其实就是看准了警方 不会采取趋力行动 但是我们觉得信誉分局 整个的动作可以再更积极 因为如果说这个爱国同行会的 成员的行为 有在现场有公然 侮辱的行为的时候 我认为说这个警方就可以现场 马上来制止 其实我觉得光派驻警员恐怕不够 因为你即使是派驻警员 把双方隔离 可是101因为它是一个 台湾很重要的观光景点 世界各国的人到台北来 大概都会去101前面参观 那你长期看到有人在那边 用叫嚣用一些比较 不文明不理性的方式 在表达他们的意见 甚至去暴力攻击 其他跟他不同意见的团体 甚至路人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那个对台湾的形象影响非常大的 其实建立执行 依法永居 但如今台湾地标一里一大楼 却被红色阴影所笼罩 我跟你说大家都想出办法 那就是决心你要不要处理 你要不要把它当作一回事处理 警方有没有心这是一个层次的问题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 应该是说从马英九就任这六年来 不断的向北京政权表达他的善意 甚至有些人觉得说你的善意已经到一个软弱的地步 中年晃认为101前的怪箱与政府过度亲中脱离不良关系 在上位者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底下的人可能在顾及到这个爱国同性会 因为他们是很积极很明显主张统一的 可能会顾及到上面的感受 所以比较不敢采取一些比较强势的作为 101前广场新一分局仿佛被无形锁链牵制 继承援警消极处理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希望我们的警力呢 第一个保护这个执法人员的尊严 保护司法的尊严 也保护人民的安全 这是我们对于这个台北市警局 尤其是这个新一分局和三张黎派出所的警员 我们向你致意 可是我们也希望你们把腰杆挺起来 事实上其实只要你公权力可以执行的话 在合法范围之内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2月1日原新一分局长李德威卸任退休生效 等候警政数分派 公权力执行消极 继任人选难产 爱国同性会乱象的无解 也许凸显的是 台湾长期面对北京海外统战势力的无能与软弱 再来带您看到大陆企业阿里巴巴和猎豹 来台说要帮台湾年轻人找出路 用创新之名投入各一亿新台币挖角掠财 引发切戒学者抨击 趋势科技执行长陈一化就怒批 雷军这样的抄袭公司根本谈不上创新 而青年世代的陈维婷也在平面媒体上投书 质疑动机不良 我们带您剖析马云以及雷军起家的背景 还有台湾青年世代对陆企生橄榄枝有什么看法 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去年12月15号来到台湾 通常是陆企的猎豹集团 董事长雷军执行长傅盛 也在一个月内接连向台湾优秀人才挥舞招授 有机会我们想成立一个基金 专门做台湾年轻人去大陆学习创业的基金 无论是加入我们公司的体系也好 加入我们的生态系统也好 台湾台北设立我们的猎豹创业基金 大概我们先期投入比如一亿的新台币 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创业 台湾新资结构特异 2014年台湾人才竞争力全球排名为27名 但截至2014年10月的资料显示 台湾实质薪资平均为46032元 倒退16年 离于1999年的时期 台湾工时更是居于全球第三 就业环节扭曲成为陆器掠夺人才的漏洞 挖一些智慧型手机 以及甚至IC设计的人才 薪资当然很多都是标榜 用台币直接换成人民币 大概四到五倍的薪资 而且是整个团队挖过去 除了挖走在职者外 露气抢人才的第二步 就是锁定具备创意与点资的新创团队 以天使投资人光环 抛出一两亿作为前期资金 测试台湾人才市场水温 以投资的方式去产生一个 以列爆为核心的这种 比如说生态链 富生他玩这个game 基本上他即使没有成功 他用两亿挖了一堆台湾人才过去 他也是没那么亏了 对我们的人来讲 反正我反正大家都在这边 我干嘛花两亿来挖 你一百就在这边 以商业活动为包装 对台湾育才创新 下直到期 以及极大争议 军事科技执行长陈一华 接受媒体专访 怒批已抄袭起家的小米盒猎豹 不可能创新 也不会培育人才 他还表示 猎豹从最早金山时代 就一直抄袭趋势的产品 而这样的公司 抄惯了 绝不会有创新 如果创业认为靠资金 就一定成功 创业就已经失败 我刚才说这些是象征行为 一亿员不能改变这个事 台湾真正在做 青年创业的这个钱 是上百倍于此 马云来我们这里 大拉扰的说 台湾青年人的创业 创新点子很多 需要钱的话 来大力找我 这些创新的能量台湾一直都有 也一直在蓬勃发展 这个Pimochi都有点怪怪的 什么轮到马云 富盛来这么告诉我们创业 就连日前已经辞职的前国发会主委管周敏 也忍不住摇头 表示台湾每年协助新创成功的团队案例相当多 轮不到入气 直指点点 而相较于企业界 与官方态度 台湾年纪一代则是反应了急 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一代就可能相对而言就是 起薪也比较贫穷 对那他们可能如果要创业 可能还是需要一些资金 这样 台湾人去那边赚钱 那个赚的钱可能还是算上台湾的 什么GDP之类的 只是就怕我们台湾那个人才就流失而已 相对本地人来说他们应该比较不了解 就是台湾自己当地的生态吧 所以我觉得他们拿这些钱出来 不一定能打动台湾的年轻人 所以打着要帮年轻人创业这样的想法的话 可能是好的想法 可是背后有什么意涵 其实我觉得如果没有仔细看的话 可能我不知道这样 目前台湾年轻人所面临到的一个困境 就是低薪 然后这个就业的话困难 所以的话它藉由大陆的那个动作 也很快 藉由这一个这些科技公司 来提供创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搭融台湾年轻世代的系 以集团阿里巴巴来说 互动博裕资本 中信资本国家开发银行 会有中共高层与太子党背景 小米雷军担任中共政协委员 与中共高层关系良好 学者认为包括阿里巴巴与猎豹等陆期 都不是在正常商业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中共防火墙封闭网路生态体系下做大成长 复杂的党政因素绝对脱离不了关系 阿里巴巴这个它早期的时候 就是透过政府一些那个 人为的这样的限制 将美国的例如说Ebay 其他的这些电子商务阻绝于外 也就是说它就是在一个封闭型的环境 来培养它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阿里巴巴希望参与的是 帮台湾的中小企业 帮台湾的创新企业到大陆去卖货 台湾长期薪资与就业结构扭曲 让对岸入气有可乘之机 2014年IMD事件人才报告中 人才外流的细项分析 排名第50名为亚洲临近国家最糟 而更显示留不住人台的窘迫现实 年轻一代未求出路 哪里有钱就往哪里去 往往可接受的选项不多 台湾面对来自对岸的恶意挖脚威胁 恐怕首先要求自身体质与结构变革做起 把鼓励青年创业落实成更具号召力的实际行动 恐怕才是接下来的重要课题 还记得我们为您报导的青年参政吗 最年轻的议员薛成毅 以及夹娃娃达人台北市安康里里长万一恒 下一节新闻最聚焦 我们要带您持续关注这些政坛新鲜人 如何在政治现实与理想中权衡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去年三月反复冒雪运带动了青年参政潮 让九合一选举之后的台湾政坛 多了不少年轻面孔 如今这些政坛新鲜人已经上任满一个月了 他们当中有的是最年轻的议员 有的是新科里长 一个月的参政洗礼 这些不到35岁的年轻人 怎么在政治现实与理想间拿捏与权衡 接下来的新闻专题带您聚焦 让更多的年轻人站出来 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关心我们的土地 关心我们的未来 关心我们的政治 到底你需要让多少的车辆进来 我觉得在这边我们其实看不到 在政府在现在的这边 对于小客车的数量的规划 你好 你好 谢谢大家 来来来 先下自己的大名薛承义参加联花晚会 相亲热情打招呼 又是比赞又是拍手 薛承义被拦下来 因为要跟民众合影 一来相亲一看到他 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好不容易就回位子拿起饮料 一杯一杯勃感情 现场就数他年纪最小 各位贵宾 各位企业 各位伯母妈妈 大哥大姐 大家欢迎大家好 好 大家好 很好 我先讲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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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听得懂 领着全国最年纪议员的头衔 她是今年25岁的薛承义 就在就读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所 曾参与苗栗大浦案三美丽弯 直到太阳花学运才决心走入体制内 在最后一选举当中 顺利当选宜兰议员 以后如果是大家有哪三名主要 我如果有哪三名主要 我如果有哪三名主要 我就是要好好打名 好好要做 台语有些没认得 薛承义还是尽力表现 就要过年了 像这样的联欢晚会特别多 都很花 这个旗帜里都超花的 薛承义的情绪立即胡都爆满 桌上一本宜兰议会预算书 封面已经有些破损 薛承义又要研究议案 又要跑摊 该怎么拿没好时间 之前曾经想过 要不要跑红白场跟跑摊这件事情 包含像现在岁末这个东西 那我后来给自己的平衡是说 以我自己的意识跟研究为主 然后这些活动为福 如果我们可以是从一个旅程的角度 一个游程的角度 去做这样的大众艺术规划 甚至于在宣传上 我们在宣传这样子的游程 也许去搭乘大众艺术的人 我相信会提升 先先问证薛承义 态度温和讲究 岩区有误 探讨雪碎的塞车问题 薛承义认为要从土地以及人的角度 重新评估管理量 作为环保人序 薛承义一向主张永续环保价值 这个殿堂里面已经有很多人 在为人这个角度去发声了 那我并不是不在乎人 只是我会更多一点点的去站在 你说环境生物他们的角度去 因为没有人为他们发声嘛 尽管进入体制内让主张被听见 但议会中还是以人的利益为主流导向 去诚意到底该妥协还是该坚持 一个月的眷居洗礼他不断反思 遇到像这样子的抉择的时候 我都会问我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究竟这个选项 能不能够对我的选民 以及我所相信的价值负责 场上挂着的当选证书 薛承义不再是那个公民运动 出身的女孩而是行科议员 就像背负着选民的期许 是一种图音啦 因为有年轻人的力量 在关注国家大事 会注意到我们百姓的这个区块 就年轻人的声音毕竟我觉得比较单纯 然后也比较好 因为有很多可能是有一种利益团体的问题 正在努力的尝试是以一个公民 与公众关系的角度去实践这些事情 那所谓的超越蓝绿 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是就对的议题 跟事情能够一起去推动 今天不论是蓝的还是绿的 你有办法一起去推动这些好的事情 这才是真正的超越蓝绿 面对选民的高度期许 他也强调一个议员的力量还不够 因为我一个县议员 能够改变的事情不多 可是因为我一个县议员 能够带动更多的公民朋友 一起去做些什么事情 我们才能够改变很多 把我们这个地方多一些活力 多一些活动进来 让我们这边更年轻更有朝气一些 而且还没有办法白纸黑字 确定下来 我们民众未来的居住品质是什么样子 那就要我们民众把土地交出来 让捷运局盖捷运 让房子先拆掉 那我们民众一点保障都没有 台北市议员召开记者会议讨论 捷运新一R04站的权费问题 邀请捷运局以及周边里长 共同参与讨论 他是今年34岁的万宇恒 公家大学统计与精算研究所毕业 既在保险公司担任精算员 还在摸索里长的公共序物 只见万宇恒底下陷入深思 以下由低头记笔记 那些地民们权益受损 会议前万宇恒就主动邀约 居民参与 不 应该是 刚结束会议 万宇恒回到办事处 细心帮李明将春年收好 这时又有另一位李明的到访 从以前讲到现在 他怎么修都是车子过去 速度就噭流 温看 Hudson跟着李明的步伐 直接到现场看一看 李明建议的水拨油路的布丁 凹凸乎 moving 一旦就遇过就会发出声强 這邊過來是OK的嘛 對不對 這邊過來也OK嘛 我們不要看它旁邊這個地方 這邊是凸起來的嘛 對不對 對 仔細檢查路段發現 下鍋與凹凸不平的普丁 就會積水 換一盒拿起手機 拍照記錄 對停車格的劃分 黎明也有意見 希望減少機車格 讓門口更寬敞 但對里長來說 還是要講究黎明之間的 意見協調 我們先示範醫生 我們有充分的溝通了 跟住屋充分的溝通 住屋都認為這個圖銷是好事情 我們來做 馬上立即完成 與李明溝通 臉上沒有絲毫不耐煩 帶著微笑 目送李明離開 其實溫雲很長忙到 沒有時間去翻 沒有自己的時間啦 以前是早九晚五上班族嘛 下班之後就通通都是自己的時間 中午休息也不會有人來打擾你 來吵你 現在來講基本上就是 禮拜天休息一天 但是禮拜天休息的這一天呢 還是會有電話進來 帶著記者走訪街道巷弄 萬隱恆住在安康里三十幾年 熟悉每一個角落也注意到每個小細節 因為它的高度差不多這個樣子嘛 坐著的高度嘛對不對 視線出去它現在是完全看不到的狀態 更何況它凸出來了 它如果沒有凸出來 事情也是被擋住的 希望紅線畫長一點 別讓車輛停在無障礙坡道的出入口 也優先保障生長冷虛的權益 這個地方是目前是有重新鋪面過的 所以它相對來講會比較乾淨 重新鋪過的地面乾淨又捲機 最讓萬隱恆看不慣的就是裝亂的防火箱 這個狀況 跟我們剛剛所看到那個鋪面的狀況 是不是兩個國家的感覺 走進防火箱一看垃圾水柱擺放 散落在地上的拖把也沒人理會 防火箱屬於私人空間 就算在地里長有心整頓 還是需要仰賴議員的力量 里長一個人沒辦法搞這一塊 真的沒辦法 力量沒那麼大 真的力量沒那麼大 我們只能建議而已 那至於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把裡面叫出來 跟裡面一戶一戶的去協調 但真正要開這種比較大廠 還是要有議員來主持 I'm colleague 是台北西醫區 第一大嶺人口數高達1萬 不管路燈有沒有亮 刷坑的使用規劃 都在它的管轄範圍內 比講如同二次小時便利商店 隨乎隨到 外野恒一看到裡面 就會打招呼 對於他來說 只要跟裡面有關 隨處可見的小事 就是他的打折了 小事情也但是決定權 是在別人手上 我們只能提建議 那我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盡量的把這些小事情 給一個一個的完成 一個一個的做好 這就是我現在給我自己 最大的期許了 經過一個月的政治洗禮 兩位年輕整職數人 逐線滿上正規 路後勿忘初衷 在複雜的政治圈中 反滾變政 每一步都是考驗 我們期許七年參政 就如同太陽花一般 給民主台灣 帶來無限的光明與希望 謝謝您收看 這禮拜的新聞最聚焦 我是陳雨萍 我們下回見